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日本是一个民族构成相对单一的国家 因此相对来说,日本人也是个民族意识非常强烈的群体 所以,虽然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 但在历史上向海外移民的情况却并不常见 目前,在日本以外的世界各国 总共有380万人可以被称为日裔 其中有一半,也就是差不多180万人都是生活在巴西 那么在历史上,日本人为何对巴西情有独钟 有这么多人移民到了经济并不算发达的巴西呢? 这是因为,是巴西和日本两国 各自出现奇特的机缘巧合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巴西的原因 由于世界人权运动 巴西在公元1850年前后废止了黑奴贸易 各大种植园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很快出现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因为这一点 所以巴西就引进了日本人来填补黑奴的漏洞? 并不是 当时,巴西的政府完全是由白人控制的 因此,他们对除了白人之外的其他人也都是非常排斥的 所以巴西政府为了填补劳力不足的缺口 首先想到的是从当时还没有统一 经济相对落后的意大利地区引进劳动力 因为意大利人也是白人 所以这也符合当时巴西政府既定的白化巴西的政策 所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巴西引入了巨量的意大利移民 但刚才已经说了 巴西引进意大利移民是为了填补黑奴不足的缺口 所以虽然巴西为了吸引意大利移民 开出了承担其所有迁徙费用的条件 但移民到了巴西之后 却会面临劳动条件极其恶劣 工资也极低的困境 所以,随着意大利的统一和经济逐步发展 在1902年 意大利通过了禁止其国民接受迁徙补助 向巴西移民的法案 所以这时 巴西再次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说日本 大家知道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日本几乎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 但工业化却也并非一点副作用没有 因为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被瓦解 所以反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在日本农村造成了贫困大幅增加的情况 而为了缓解这种负担 日本政府开始鼓励农村的贫民向海外移民 但在当时 可供日本甩负担的移民目的地却着实不多 当时 世界各国的人想移民海外 当然首选的地区还是美国 但美国在公元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之后 不但完全禁止了所有中国移民 对其他亚洲移民也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 1907年 美国和日本政府达成美日绅士协定 其中规定美国名义上不限制日本人移民美国 但日本却要主动禁止其国民移民美国 所以这个协定等于也堵死了日本人移民美国的路子 而当时另外一个接收移民的大国 澳大利亚东亚移民进行各种限制 所以日本农村平民也没法移民到澳大利亚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 巴西想要人找不到别人 日本想往外送人也找不到地方 这样双方虽然都不是对方的第一选择 但却能满足对方在当时的需求 所以在1907年 巴西和日本政府达成了允许日本人移民巴西的协议 1908年第一批790名日本移民抵达了巴西 而这一批移民里 有接近一半是来自当时刚被日本吞并不久的琉球南部地区 在之后的七年时间里 1.5万名日本人移民巴西 在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 日本人移民巴西的数量还进一步增加 在1917年到1940年之间 又有164000名日本人移民巴西去上班 所以来到巴西的日本人 在早期其实主要都是到种植园做工 而且当时他们来到巴西的时候 其实和当时许多下南洋的华人想法是一样的 并没有想在当地扎根 而只是想通过打工赚些钱之后再回老家生活 但来到巴西之后的情况 却和他们之前的憧憬大相径庭 当时巴西的种植园主们 从一开始引进日本人 就是让他们填补黑奴不足的空缺 所以虽然名义上这些人不是奴 但其待遇却和奴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们每天的劳作时间极长 而且工资极低 同时其日常生活所需的所有日用品都要从地主那里购买 但刚刚抵达巴西的日本人通常都是身无分文 所以等于刚开始生活时 基本都要从地主那里借债 而之后 他们工作正的工资基本上都得用于偿还债务 所以正正在巴西挣到钱之后衣锦还乡的日本人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当时也有不少日本人想回国 但因为来之前都签订了长期的合同 如果违约需要支付给巴西种植园主大量赔偿 所以也没人能负担得起 因此 这批日本人可以说是被迫在巴西扎下了根 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巴西的政府是完全由白人所控制的 所以在早期 巴西政府其实一直在奉行白化政策 就是要采取各种方式 强制同化巴西境内存在的其他人 所以 虽然巴西早期是主动引进的日本移民 但在1921年 巴西就通过了限制亚洲移民的法案 从1934年开始 限制移民聚居 同化移民政策被写入巴西宪法 巴西开始对日本人 意大利人 犹太人和德国人后裔 推行强制同化政策 而当时日本移民群体 虽然已经开始有了第二代 但因为他们从小都在日本人 自己开设的日文学校里读书 而且生活圈子也基本局限在 巴西日本人群体中 所以 也成为了巴西强制同化政策的主要目标 而二战的爆发也为巴西提供了执行同化政策的切入点 巴西的日文报纸和日文学校很快被全部查封 在1942年8月 巴西对日本等轴心国宣战之后 日本人更是必须拥有安全通行证才能外出 而且 许多日本人的店铺都遭到了查封 但在此期间 日本人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保持了其民族属性 因此 他们也曾一度被巴西人称为无法同化的移民 所以在战后 巴西曾经一度考虑彻底禁止日本人再移民巴西 在1946年 巴西议会针对禁止日本人移民巴西的法案举行了投票 而投票的结果竟然是99票赞成99票反对 最后 巴西议长在平均的情况下投票决定巴西日本移民的命运 他投票反对禁止日本移民 使巴西最终没有禁止日本移民 但在随后几十年 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 来自日本本土的新移民数量显著减少 而且 因为日本移民与祖国籍还保持有各种联系 所以巴西的日本移民群体 在一定的程度上 搭上了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 在巴西迅速由一个受人嫌弃的贫困群体 变成了收入水平较高 而且比较受欢迎的群体 但在日本人在巴西逐渐摆脱了困境和歧视的同时 日裔巴西人却也逐步被巴西统化 年轻的第三代日本裔巴西人 会说日语的越来越少 葡萄牙语逐渐成为其母语 同时 随巴西社会主流信仰天主教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另外 跨种族婚姻这种在二战之前的日裔群体里 几乎不存在的现象 现在则在日裔巴西人群体里变得非常常见 根据一些统计数字 第三代日本裔巴西人里 只有百分之十几在家里还和父母说日语 而信仰天主教的巴西裔日本人 已经占到了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保留传统日本信仰的只剩下了百分之二十五 而在目前的日本裔巴西人里 有其他民族血统的人数已经占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在刚刚出现的第四代日裔巴西人里 混血人的比例更是已经高达百分之六十一 所以 曾经在巴西被视为不可同化民族的日裔 在今天的巴西 其实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同化 而因为日本近代经济远远超过了巴西 所以 在日裔巴西人里 也有一部分又移民回到了日本 但因为在巴西长期生活的背景 所以这些重新移民回到日本的日裔巴西人 在回到日本之后 也与本土日本人有了很大的差异 甚至出现在了巴西时觉得自己是日本人 到了日本又觉得自己是巴西人的情况 比如 日裔巴西人在巴西时很少参加去跳桑巴舞 或者去参加狂欢节 但一些移民回到日本的日裔巴西人 在日本反而成了这类活动的积极推动者 以至于 在日本还举办了巴西之外 世界最大的巴西式狂欢节活动 目前 大约有30万巴西人生活在日本 2万人已经入籍日本 而其中多数是日裔巴西人 都会是从不知之外 都会的中国人 不知之外 就在日本之外 我们都会是从不知之外